就是您个人在选购一台电动车的时候考虑的首要因素 续号安全性 空间感 整体的驾驶体验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卷了 购买一台纯电动车 你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什么呢 如果你像我刚才所采访的几位车主那样 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安全续航空间形式品质的话 相信我别犹豫 买它 别克一五在当时以20.89万元的价格上市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一个仙桌子的价格 而这个差不多还不到一个月 我现在是在海南的博鳌来试驾这台车 究竟是如何能够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的 我们在出发之前呢 先把里程进行一个清零操作 然后整个这个别克一五的清零操作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 来我们看一下 在车辆状态里面 小记里程这一栏 直接按重置就可以 开上别克一五以后 其实想先跟大家讲一件事 就是关于它的定价 我因为这个别克一五的定价 我其实也写过蛮多篇的文章 甚至我认为 这将是一个主流合资势力反攻的开始 为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20.89万元起的这个定价 其实我们横向去看嘛 它的尺寸要比昂科威还要大 配置比昂科威还要高一些 但是它的定价是明显要比昂科威便宜的 那么这样一款车就意味着 别克是真正做到了油电同价 而油电同价现在真的就是 我们所谓的传统势力方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因为它在同体系内有所对比嘛 这一点我认为它很重要的是什么 是别克定出这个价格 它绝对不是说 我亏钱来定这个价格 卖一台亏一台 我相信它不会干这样的事 对吧 但是呢我们对比一下 当年ID6 ID4大众推出这些 纯电车型的时候 其实定价都要比自己同体系内的燃油车型是要贵的 那就意味着别克其实是认为 我可以做到油电同价 这是它这么认为吗 不是 这是实力的证明 也就是说奥特能平台 在经过几年的磨合以后 在别克一五这款第二台奥特能平台诞生的车型身上 就已经能够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成本优势了 这一点我觉得这将是下一步整个纯电动车 竞争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赛点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更关心它在日常使用时候的驾驶感受 包括我刚才也是采访了一下 就是开了半程一百多公里以后的一些别克的车主 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 这台车开起来和别克以前的燃油车型 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很突兀的一种变化 因为以前我们在开别克车的时候会感受到 它的那种高级感 它的那种静谧性 这些其实在别克的纯电动车型上 都是以脉相承的 这一点上我也相信就是很多刚上手电动车的一些用户 这台E5用它们的话来说是 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无缝对接的 就是你不会感受到开起来很不舒服 我个人的感受啊 我会觉得车机使用上是很容易上手的 包括它的那些实体按键 我在做静态体验的时候就已经大大点赞了 就是我觉得以前有一些品牌 为了完全标新利益 我就完全不要物理按键 但事实在我们使用下来以后 有一些非常高频使用的功能 物理按键其实是会更好用 尤其是在E5身上 物理按键被做得非常的精致 这一点在易操作性上 我觉得也是要给到高分的 而进入到它的车机以后 我在路上 我其实是在休息区会听它音乐啊 或者调整一下它的车辆状态 真的是一种零难度上手 就是任何小白没有开过这台车的人 车辆设置啊 灯光设置啊 你的驾驶模式设置啊 都是非常好上手的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智能方面 智能方面呢 我想一般都是这种新势力 非常喜欢去吹嘘的地方 然后在别克的这台E5身上 我会发现 包括刚才一些车主的反馈 他们也告诉我说 发现它的语音 识别的准确度和灵敏度 都会比前所认知当中的 别克的燃油车要好 刚才我在副驾的同事 我们也都一起研究了一下呀 你换形词可以改 它硬打词也可以改 还有就是 它是支持你的连续的 这样的对话的 你好别克 我冷了 打开遮阳帘 调高座椅通风 我们其实通过简单的 这样一些车辆操作方面的 语音演示就可以看到 就是它还是 在它的智能语音方面 有三个特点 一呢就是它识别的准确度 是非常高的 二呢就是我在连续 向它发出指令的时候 它完全是hold的住的 第三点呢就是 每个这个指令之间 你的间隔非常短 它也是OK的 然后关于车辆操作的时候 你看我在开车 我就不用再去寻找那些案件 当然呢如果车主绑定了手机以后 你向它连续发出个十几二十个指令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查查机票啊 看看天气温度啊 在这一块确实也是别克 目前在售车型中 在智能语音方面最强的一个 我们现在也是开启了一个单踏板的模式来进行驾驶啊 相信很多这个电动车的用户对于单踏板模式并不陌生 但是呢感觉在整个舆论界呢 单踏板模式其实是有点保贬不一的 我觉得选择这台车的用户就不用纠结 因为它既可以使用这个单踏板模式 你也可以就使用正常的和燃油车一样的这个驾驶模式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的人性化的 有一些车它就完全只有单踏板模式 强行要求用户为它来改变使用习惯 这一点我觉得别克考虑的还是非常细致的 那么在整个单踏板模式驾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就是有两个 我觉得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点 一个就是它单踏板模式能量回收是很明显的 但是呢它又不会很突兀 可能当然前提是我开过的就是类似的车非常多嘛 还有一点就是它单踏板模式 我刚才也是问了 它在松开的那一下 它那个三叉这样的一个高位刹车灯 就会马上亮起 也是非常的具有这种安全性的 哎是不是没跟大家讲 我开的是什么配置 OK 其实并不是一台很贵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续航版本里面的顶配 价格也就是22.59万元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卷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配置上面 我们的自动驾驶辅助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呢 别克15未来它会搭载通用旗下最富盛名的那套 Super Cruise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但是呢目前在这台车型上 免费搭载的 E Cruise的 这么一套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它的功能呢 其实就包括了我们非常熟悉的 自适应巡航啊 车道保持啊 还包括车道偏离预警啊 然而我当中我个人认为最需要点赞的就是 它也配备了通用有专利的一个警示 那就是座椅震动 比方讲你特别靠左啊 或者你左方会有一定的这个危险 它除了一些这个灯光警示之外 它还会在那一侧的座椅来震动 既不打扰其他成员 同时警示效果非常明显的一种功能配置 你看这个地方 其实方向盘的上部 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给未来这个Super Cruise来预留的 我就觉得 我的保证 荣林 这样我只听好 这个可警告 但记者都会在没人 那间这会во是哈哈哈 做什么 这个 Hah 这个准备 就是 已常见 感谢观看 从海口到博敖的这么一个往返的试驾 这也是我第一次和这台别克15进行这么长距离的动态的体验 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然后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别克15在上市仅仅半个月的时候 就发出一张海报就是订单已经超过了8000台 什么才是别克15最大的优势 续航的实在本身我认为就是奥特能平台的优势之一 而我路上也跟大家讲了关于它在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 以及关于它在整体配置上面的优势 甚至于它在驾驶质感方面的优势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台没有短板的车型 而到了现在我认为在整个2023年 如果你还是以一个品牌它诞生了多少年 一个品牌刚诞生来区分这种新老的话 我觉得这种意识真的是过时了 而我认为就是判断一个纯电车型它是否先进 这个企业是否是一个跟得上时代变化的这么一个企业 它还要最终落实到它平台的先进程度 以及它平台的前瞻性上面 而2023年无疑是一个新老势力攻守转换的年份 我认为现在压力其实是来到了新势力这边 因为当像别克这样的品牌拿出足够主流的产品 给出足够具备吸引力的价格的时候 当你真的开过这款车 看到它的续航它的空间 以及包括它整体电池平台的安全性能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看到这就是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 而不是新势力和老势力之间的区别 而别克15其实就是别克代表着这些主流大厂们 夺回话语权的开始 感谢您收看本期驾驶派对于别克15的动态体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